几些年来,越野作为一种惊险刺激的户外运动,逐渐地走进了许多年轻人和冒险爱好者的视线中,不管有没有路,你都能够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看到越野车的身影。 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让许多越野民都为之疯狂的地方,那就是美国有他州的一个陡峭的小山坡,狮子贝。 狮子贝可以说是港大越野民心里最向往的一个地方,这个小山坡的地形看上去没有那么的困难,但其实它非常的陡峭,差不多能有45度在临近最高点的地方会放缓一些。 最吸引人的并不是它的陡峭程度,而是它光滑的表面。 这个小山坡是由岩石构成的,是一种即使是平面也非常容易打滑的地面,更别提再加上一个45度的斜坡了。 要知道,这种地形最难的地方并不是如何驾驶汽车登上它,而是如何开着车子下来。 对于这种地方,下坡总是比上坡要更加的困难,甚至危险程度也会飙升。 据说在这里,挑战着不仅要小心的驾驶汽车,先到达山顶,在这之后,还要从山坡的5点钟方向来掉头向9点钟方向。 这个角度足足有70度的偏转,顺利掉头之后才能够下山。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,这条没办法暂停的路一旦上去,就不能够踩刹车,因为它实在是太光滑了。 一旦前面的车踩了刹车,就相当于是在后退,就会和后面的车子相撞,就会发生危险。 也就是说,这不仅仅要考验个人的驾驶技术,同时也在考验着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力,有勇气走这条路那就真的是真勇士。